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恐慌大逃離 1,600倍核輻射來襲 院長 東北100年不能助人了 死磕歐盟 中國電動車三巨頭拒絕配合調查 中國地窖女城熱議 遭賣羅關6年 失語言能力 親生子不敢靠近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5月4號 星期六 向朋友們報告 我們已經開始恢復副頻道的週末更新 突發新聞也會發布到副頻道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鏈接 需要大家幫助增加1000個新訂閱者 以便符合重新申請盈利條件 請大家多多支持 讓我們一起讓副頻道重生 別忘了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恐慌大逃離1600倍核輻射來襲 院長 東北100年不能助人了 前中國媒體人趙藍健4月初曾連續發文指 中俄邊境發現核泄漏 已引發恐慌 中共跪舔額跌狂刪鐵隱瞞 他表示 自己的某新聞門戶的前同事 提這件事說全給刪了 他不給我具體信息 害怕惹事 趙藍健稱 中國邊境雙鴨山市居民極度恐慌 黑龍將出現概格技術器搶購潮 趙藍健當時還推出莫斯科時報的截圖內容顯示 核輻射超過正常值1600倍後 該地區進入緊急狀態 該時報消息還稱核泄漏的原因是核廢料在運輸圖中產生泄漏 但並未引起注意 3月底開始泄漏就產生了 他還緊急呼籲黑龍江居民 不要傾信中共政府發布的核泄漏信息 要備用概格技術器隨時檢測周圍核輻射指數 5月2日 網友施和遠方發布一份聊天截圖消息 接到東北一家醫院的院長微信 讓我幫他購買點片 我問事情很嚴重嗎 他只有一句話 東北100年不能助人了 5月2日 趙藍健又發推文表示 因為1600倍核輻射下傻韭菜 居民向全球逃亡 有人看到自己的推文後逃到了美國 趙藍健說 近日偶遇一位原已相識的 來自哈爾濱的華人大媽 得知他家親戚把自己的推文轉給了他 他全家研究後決定幾天之內離開東北 家人分別前往海南和美國 據說 現在整個黑龍江省人心惶惶 都在傳整個東北100年不能助人 1600倍核輻射會導致人人患癌患白血病 趙藍健擔心道 俄羅斯這次核污染專門往中國泄漏事件 將會對東三省起到雪上加霜作用 奴虐習慣的東北人這次還能忍受到核輻射癌症發作嗎 還有滅活疫苗後遺症癌症發作呢 這兩種癌症一起疊加 絕對是全球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極端醫學事件 大陸媒體頂端新聞消息指 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地處黑龍江省 烏蘇里江會河口東岸 與黑龍江省浮遠市隔江相望 航道距離僅有65公里 有俄羅斯方居民4月8日表示 當地已進入緊急狀態 有網友針對俄羅斯核輻射推出截圖回覆 看樣子問題很大 截圖內容顯示 疑似來自於黑龍江省核與輻射安全監管處的文章稱 為切實維護生態安全 核與輻射安全 提升全省生態環境系統幹部核與輻射專業能力 4月14日至18日 省生態環境廳在哈爾濱市舉辦2024年 黑龍江省核與輻射安全監管業務培訓班 李元峰留言 陸已備考 東北瀋陽應該有外國領事館 東北若有嚴重核污染應該會通知他們 不然會是國際外交事件 老文表示 當地人民應該關注領館洋人的去向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對此有不同看法 中共隐瞞不僅是對中國人 對外國人也一樣 中共病毒在武漢大爆發 雖然武漢封城 習近平當局不僅隐瞞疫情 還允許武漢飛往全球的航班出行 對抗歐盟 中國電動車三巨頭拒絕配合調查 歐盟委員會已告知正在調查接受政府補貼的比亞迪 上汽和吉利等三家中國電動車汽車製造商 忠實引述法國國際廣播報導 網路媒體正指根據其所看到的發給電動汽車製造商 比亞迪 上汽和吉利的信件指出 歐盟委員會對這三家電動車製造商 沒有提供有關政府補貼 運營和供應鏈的足夠信息儀式以獲得結論 歐盟委員會表示 在沒有這些相關信息投入的情況下開展工作 意味著需要回歸現有事實的概念 報導說實際上這通常意味著它可以隨心所欲地 對進口產品徵收更高的關稅 這封寫給三家中國電動車製造商的信件表明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去年發起的貿易調查 可能會帶來嚴峻的結果 因為布魯塞爾加大了行動力度 以應對日益佔主導地位的中國綠色科技製造商 包括電動汽車到太陽能電池板 再到風能和渦輪機 這些中國產業讓歐盟的業者陷入困境 貿易專員瓦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斯對政治表示 電動汽車調查正在取得進展 他預計調查將在暑假前結束 報導說這些言論是在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歐洲執行 首站訪問法國的幾天前發表的 歐盟委員會去年10月通過抽樣方式對比亞迪 上汽集團和吉利汽車三家中國電動車企 正式啟動反補貼調查 路透社在報導中指出 歐盟在進行類似貿易保護性質的調查時 經常會發布這些接受調查者提供資料不足的警告 實際上在過去時期針對中國企業的反補貼調查中 歐盟都以這種辦法使用現有事實來填補某些缺乏的資料 美國消息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的報導 獨立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本週一發布一份研究報告指出 必須徵收40%至50%的關稅才能使歐洲市場對中國電動車出口商失去吸引力 對於像比亞迪這樣的垂直一體化的製造商來說可能還得更高 中國地窖女又誠熱議 遭賣赤裸關六年 喪失語言能力 親生孩子不敢靠近 3日 X網友明明8948發文指稱 中國又現一個鐵鏈女 只是這次不是鐵鏈鎖 而是被關地窖 她貼出數年前在陝西發生的計時影片表示 女孩被關棍男老漢6700塊買回家 赤裸身體關地窖六年 當生育工具 長期關在暗無天日的地窖裡 幾乎喪失了語言表達能力 兩個親生孩子嚇得不敢靠近 最後更憂心幾乎 中國還有多少沒有曝光的鐵鏈女 從一個花季女孩被販賣 被折磨到精神市場 她們的遭遇我不敢想像 這則貼文引發中國網友熱議 紛紛留言回覆自己觀察到的社會現象 網友XXN438留言表示 挖地男人比女人多幾千萬 為了維穩 包子黨只是睜眼閉眼 任由地方有組織的販賣人口咯 另一方面 包子黨扶持女權 打壓普男 逼迫普男讓渡權力 比如新21條高價財力 就顯得很擰吧 所以這種怪現象層出不窮 網友5383也回覆 農村太多這種買來的媳婦了 光我知道的我們村就有倆 其中一個男的是傻子 又買了一個傻媳婦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奮勇前進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